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谈经新闻 我是沈梦彤 下来关心 华尔街近代美国联准会 对经济数据的最新说法 这场预期9月可能降息 但大型科技股已经出现慢压有限 像是纳斯达克走低超过1% 费班指数重挫3.8% 爱奇片龙头挥达大跌7% 台积电ADR也下挫 市场焦点转向小型股 以及价值型股票 台股方面集交所公布 台股被列入窄基指数 三大旗指限制美国投资人交易 而今天价值指数震荡加剧 最低下探22046点 中场下跌24.22点 好 今年台湾经济成长动能 多家国内的研究机构是纷纷上修 国内中研院今天公布最新预测 今年GDP有望做三 旺四 预估下半年景气稳定复苏 整体是审慎乐观看待 2024上半年全球商品和贸易回温 台湾受惠高效能运算 AI等新兴科技带动 外销订单出口及工业生产数据 正恢复成长动能 中央研究院上修2024台湾经济成长率 至3.88% 逼近4% 预期下半年国内景气稳定复苏 学者形容台湾经济就像法国甜点 火焰 可丽饼 那如果是可丽饼 它本身就是质地比较柔软 然后但是呢 它有些温暖 那么在火焰的带动之下呢 它也能够持续的增温 然后能够把它的一个方向呢 整个带动出来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修正值呢 已经把它挪到3.88% 那事实上对我们整个国内 跟国外的这个景气呢 都事实上是持相非常审慎乐观的一个态度 同天台湾经济研究院 也公布六月制造业景气概况数据 为14.10分 灯号续为代表景气持平的绿灯 另外国发会六月景气灯号 亮出代表经济热络的红灯 中研院分析 今年民间消费成长2.62% 尽管企业投资较为保守 但预期下半年出口将持续稳定成长 并进一步带动进口表现 美国的这个整个大选的一个因素呢 或者它每个降息的这样一个调整 那这部分我们还不是那样的一个确定 那所以我们没有带优 但是只是说那部分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下半年美国大选结果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也都牵移发动全身 责败国内经济更要小心的旧市通膨 中研院调查有六成四的台湾消费者预期 一年后生活成本会上升 超过七成的消费者预期一年后 物价变化幅度超过2% 物价将是政府施政考验 新大街市高约的审美童台湾台北报道 好 消费性电子旺季即将到来 各界也聚焦事况看法 国内联发科技第二季财报公布 整体表现稳健 并预期旗舰手机晶片产品 将交出成长50%的成绩 因此维持2024年 全年营运成长目标不变 联发科法人说明会第二季合并营收 较去年同期成长29.7% 毛利率48.8% 尽力259.55亿元 年成长超过六成 总计上半年 联发科美股盈于36.04元 大赚超过三个股本 法人聚焦下半年手机试矿 终端消费需求 全年智慧型手机市场出货量 联发科预期2024年将有低个位数百分比的成长 全球5G渗透率达61%到63% 同时联发科宣布 新一代旗舰新品天机9400将在10月发布 采油3奈米制成生产 搭载ARM V9核心 进一步优化生成式AI功能 首波导入的机型数量较9300更多 有望成为缩短未来手机产品周期的关键 典发科预计第三季营收预估呈现 经济对计持平强调集团 透过弹性的ASIC商业模式提供IC整合力 先进制程与封装技术 看好云端以及边缘运算的AI产业大趋势 2024年美元营收成长中双位数百分比 毛利率维持46%到48% 新唐人眼台电视林家维 沈维同台湾台北报道 国内面板大厂友达 今天举行法人说明会并公布第二季财报 年增17.4% 较上一季能增加25% 友达表示虽然本业转盈 但因为地震造成一个场区受损 第二季归属母公司净损了2.3亿元 每股损失0.03元 今天董事会通过的收购 Avaco这件事情 也是在让我们在整个垂直领域这一块 也能够向全球化的这个方向来进展 所以未来 其实整个友达的这个 结构上面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说我们在 不管是在 全球布局上面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垂直领域上面呢 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好的成长 另外友达收购德国车用空调控制系统公司 BHTC第二季并入集团营收扩大车用事业成长 展望第三季友达指出 全球经济环境仍受通膨及战争等不确定影响 不过友达产品多元 并且车用与垂直场域动能维持稳定 有助整体营运表现 好 这里看到 辉达CEO黄仁勋 先前证实辉达新一代Blackwell架构的 AI超级晶片出货在即 外界看好台场显影一波拉货潮 合作董事长佟子贤就表示 预期未来一两年 AIPC和AI手机终端装置会十分热闹 有一些运算特别复杂 或需要高速运算的就会往云端抛 这个时候就是您刚才在提的 包含Blackwell这一些伺服器 AI伺服器 那就会负起重责大任 要不说用两句话形容说 现在出货状况怎么样 大概很困难 如果可以勉强形容 就是说出货很热闹 强强棍这样子 这些AI的大厂 AI的这些 我们都希望他到台湾来 设立数据中心或者研发中心 这对台湾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竞争力 具有重大的影响 先前经济部产业技术师司长邱琼慧 发文说明超伟将来台设研发中心 郭志辉今天也证实 而今年六月超伟直行长苏自丰来台期间 双方就有见面会谈 而被问到今年是否会和辉达和超伟有更多接洽 机部长郭志辉表示 台湾都会和世界知名公司做联系 美国科技大长微软和超伟周二公布财报 微软云端相关营收成长是不如预期 但同时人工智慧的相关支出又大增35% 投资人担忧微软投入无法回收 股价因此一度重挫7% 微软30号公布最新一季财报 营收年增15%到647.3亿美元 近利年增9.7%到220.4亿美元 美股盈余也达到2.95美元 均优于分析师预期 不过投资人关注的Ager和其他云端服务 近营收成长29% 低于分析师先前预估的31% 加上AI相关资本支出 从上一季的140亿美元攀升35% 到创纪录的190亿美元 几乎是去年同期两倍 导致微软盘后股价一度重挫达7% 同一天公布财报的超微则是两样型 最新一季财报公布后 股价盘后大涨8% 超微资金一季营收58.35亿美元 年增9% 净利2.65亿美元 超微资料中心营收28.34亿美元 年增115% 由于预期更是连两季创高 此外超微也计划 在今年第四季推出MI325X 2025年推出MI350 2026年推出MI400 维持竞争力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家伟 张其林综合报道 好 近年以来 AI晶片巨头挥达市值翻涨不止一倍 甚至登上全球的市值龙头 不过近期挥达股价是接连下跌 周日时间挥达股价再度下跌超过7% 总计今年7月以来 挥达股价已经下跌了超过16% 也让挥达市值是大幅缩水 从6月中的高点3.34兆美元 下降到目前的2.55兆美元 市值蒸发7850亿 超过特斯拉目前的市值 等于6个星期就跌掉了一个特斯拉 好 外媒路透社报道 两位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拜登政府准备在下个月公布一项新规则 扩大美国权力阻止某些国家 向中国晶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 不过匿名消息人士表示 出口关键晶片制造设备的盟友 包括日本、荷兰和韩国将获得豁免 也就是说荷兰的艾斯摩尔 以及东京威力科创等设备商是不会受到影响 将可以继续出口中国 而这让这项法规的影响力是大幅减弱 外媒蓬勃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科技大厂英特尔计划采检数千个工作岗位 以降低成本 消息最快本周宣布 英特尔目前约有11万名员工 美商记忆体大厂美光科技31号宣布 采用第九代TLC NAND技术的固态硬碟 现在已经开始出货 成为业界首家达成目标的企业 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三个月陷入收缩 官方31号公布 7月份PMI降至49.4 比6月略降0.1个百分点 咖啡连锁集团星巴克连续第二个季度销售下滑 星巴克上季在北美市场的铜电销售额年减2% 在海外市场年减7% 在中国市场尤其锐减14%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好 建议部长郭志辉今天出席颁发台湾企业领袖100强 现场包括电子金融等多家公司高层到场 郭志辉致辞就提到要整合台湾 日本菲律宾越南四国的资源 加强台场布局国际实力 并将赴日本设台湾科学园区 我们会去在日本设立台湾科学园 所以结合日本的这些科技 然后把我们台湾在赤道上面的优势带进去 然后从菲律宾跟越南 我们连南他们优秀的孩子到台湾来读书 在台湾工作 两年以后工作个两年 四年以后往外破散 我想这样子的话 很快的台湾就马上拥有自己训练 自己培养 懂得台湾的这个经营模式 懂得台湾的决策模式的这些孩子 为我们的企业工作走向世界 现场包括和硕董事长洪子贤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都出席活动 国指挥表示 正在和国发会教育部合作规划 每年要培养两万五千名的桥外生 毕业后投入台湾半导体产业 帮助台厂估计布局 更想说计划还没上报到行政院 但先对产业先进报告 好 继续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国内弹工大厂仁宝在波兰的汽车电子元件新工厂 29号开工动土 毕业电脑大厂严华预期第三季营运 将优于第二季 2025年营收有望挑战年增双位数 另外行政院主机总处发布 第二季的经济成长概股统计 为5.09% 虽然较5月预测是减少了0.09% 但企业加速投资仍旧提供经济成长推力 另外台湾大哥大陆续关闭 900频段的基地台频谱 但主管机关NCC表示仍有违规使用频谱 决议再度开罚新台币300万元 截至目前NCC已经开罚达到630万 好 到底关心台铁票价可能要调涨了吗 29年来台铁票价没有调整 而且低于其他大众运输的工具价格 不过交通部长李孟燕今天表示 为了反映营运成本 有必要调整票价 以让台铁永续经营 会在9月底提出票价方案送交交通部审议 但李孟燕也表示 行政院和交通部会做综合考量 不排除采取台电模式 先调整部分票价 不足的部分则由政府补贴协助 下期新闻重点 日银罕见放音 央行总裁指点河南表示 可能继续升息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带您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彭博社报道 三星利润大涨推动高阶记忆体的增产计划 九十报报道 美国监管机构寻求限制资产管理公司 对大型银行的影响力 华杰日报报道 富人和穷人处于美国对抗通膨的中心 另外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双日4月到6月的净利成长4% 航空和化工业务方面表现强劲 好 但您关心 日本央行周三意外宣布升息 政策利率调整一码0.25% 并计划缩减购债规模 央行总裁指点河南更透露表示 如果情况需要 央行可能会再次收紧政策 经济物価的未投資が実現していくとすれば それに応じて引き続き政策金利を引き上げ 金融緩和度合いを調整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金利の水準あるいは実質金利で見れば 非常に低い水準での少しの調整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 景気に大きなマイナスの影響を与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 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日銀態度大幅转弯 暗示不僅将可能继续升息 0.5%的政策利率也不会是天花板 而就在日本央行总裁直田发言之后 日元是加速上涨突破151關卡 万言预估通膨预期上升 加速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除非如果出现重大干扰 否则日本央行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并在明年初再次升息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利率決議引发市场关注 不仅先前日本央行是退出負利率 此次宣布升息一碼0.25% 为期教国泰世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启愁 您认为日本央行这次的决策 是考量哪些因素 请教您看法 日銀今天升息的15个点 从0.1%升到0.25% 那主要的考量是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日本银行发现 4月以来的春斗 这个加薪的现象 已经慢慢有扩散到其他的 不是只有大企业或是特定的产业 他比较已经是慢慢全面性 广泛性的在到每一个产业 到一些公司去 所以他觉得加薪这个现象 有越来越普遍的状况 那第二个 当然是跟进口通膨是有关的 特别是日本在过去这一年 走了十个月的进口通膨 是负的状况之下 从今年的2月开始 他从负转正 那随着日元更进一步的贬值 这个进口通膨的状况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因为从2月开始翻证之后 到今年的6月 基本上进口通膨的年增率已经接近10%了 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开始有一些谨慎 小心的一些看法了 因为这个中心最后还是会让消费者去承受 那最后当然还是日本的实质率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位 所以实质率就是今天即使升完息到0.25% 但是日本的通膨还是在2%以上 所以你的实质率基本上在负的1.7% 1.8%左右 所以对他们来说 现在今天的一个政策除了升息15个点之外 同时也减少每个月的购债规模 每一季从现在开始每一季来看的话 会减少4000亿 所以简单来说 他希望的是货币政策能够更往正常化的发展 就是不要像过去有点极端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今天的升息以及减少购债规模 都是往正常化这个节奏非常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日元是有大幅升值 一方面可能市场预计说日本央行可能会升息 那你观察接下来日元走向会怎么样 尤其日元套利交易的因素 全球股市震荡是否会持续加剧 日元关键的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跟利差是有关 那这方面当然今天日本升息之后 日本的短率有更进一步往上 但是关键还是在于费的态度 因为费的如果降息 如果没有意外 9月应该会进行降息的动作 那12月可能还是会降息 但是如果费的降息幅度 并没有像现在大家预期中的高 比如说费的如果整个cycle的降息循环 从现在的5.5%往4%以上 往最后到4%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降息幅度可能就不够大 所以日元第一个能够影响日元最重要的 还是两边的利差 那即使今年日本在继续升息 我还是觉得那个利差还是在 所以简单来说费的降息幅度 是日元能不能升破150的重要关键 那第二个当然是 这个美国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一些言论 他最近对半导体跟日元都有一些看法 那比如说对日元来说的话 他可能觉得美日的贸易逆差 跟弱势的日元是有关的 那对半导体 他可能会觉得好像一些半导体的国家 赚了美国人蛮多钱 所以当半导体股开始修正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利差交易 就是用非常非常便宜的日元 去买这些风险性资产 他可能就要回补的压力就会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 常常市场上有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 日元可能就会有升值的一些压力存在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两个因素是 最近日元从扁破160 朝150的方向走的最关键的两个原因 最简单来说就是费的降息 日本的这个升息 再加上最近股市的一些劳动 那造成这个日币 在最近有比较明显的升值 大级新闻重点 英国范保罗航站在飞机短缺 供应链动荡中开幕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全球航空业在疫情期间受到重创 以后几年缓慢回温 但现在又遇到了供应链短缺危机 我们待你看到7月的英国范保罗航展 来看到各家航空公司 飞机制造商 以及武器制造商的高阶主管 如何找出解决方案 在全球疫情中重创的航空业 好不容易慢慢回温 现在各项供应链中断 及各国碳排量计划 使得航空业再次陷入困境 各个龙头不得不蹲低姿态 努力增加产量 当航空龙头波音权力生产时 却又发生机门暴力意外 使得波音不得不放慢飞机的生产速度 让整个商业航空运输领域 再次处于危机 但是航空分析师对于现况 则持乐观态度 除了产业链短缺 高度依赖政府补助的航空航天 和国防公司 也密切观察西方民主国家 动荡的政治时期 这场高峰会也讨论 航空业的永续发展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 航空巨头减少碳排量的承诺 新唐人亚台电视 奈利亚综合报道 来看明天8月1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美国公布上周 出领失业金人数 6月的营件支出数据 丰田汽车BMW 苹果英特尔亚马逊发布财报 台湾劳动部发布最新的 无薪假统计 以及中金院发布7月PMI数据 以上是7月31号的 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收看 我是沈维彤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